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在GTE的世界裡充滿有趣的彩蛋 豐獸之神卡瑪爾的神獸 擁有花草力量的羊駝 以羊駝形態當作巴黎的專屬武器 也可以變化成人形進行戰鬥 他是輔助突出性的角色 豐獸神獸梅莉兒 他的組隊能力在角色等滿突滿的狀態下 暴擊率加了36% 戰鬥開始使護盾加10% 技能攻擊加10% 從帳面上來看 組隊能力只能算是普普而已 而梅莉兒可裝備武器為鉤爪 一般攻擊自然能量爆彈 以中短距離發出充滿土地能量的咒與子彈進行攻擊 普攻距離在6格的範圍內 在普攻最後一擊為9格的範圍內 攻擊速度射死為15秒 標籍為10顆星 連鎖技能土地爆破 是以消沉狀態轉送上狀態 發射雷射對陸金上的敵人 造成400%的DPS傷害 特殊能力共龍 隊伍中包含角色巴力增加30%的攻擊力傷害 並減少敵人對巴力30%的攻擊力傷害 在梅莉兒裝備索拉里斯爆擊命中敵人時維持5秒時間增加移動速度5% 並減少敵人土屬抗性 5%最多可以疊加4次 武器技能花園炸裂攻擊力傷害225% 武器回復吸力時間為8秒 向前方敵人爆發能量 並讓敵人陷入消沉狀態 那怎麼看風收神獸梅莉兒勒? 如果放在單一角色位置來看 說真的他算是輔助雷屬性的角色 攻擊方式偏向進展方式 雖然攻擊是中短距離 不過輔助型的角色體質通常比較尬崩催 拳不起打 在競技場對戰的時候就略顯局粗一點 所以梅莉兒就更注重在主隊上了 而且從戰略上來看梅莉兒算是跟巴力綁的事實 其中攻擊80%跟霸擊力36% 沒有理由不把他們放在一起 如果不帶上巴力又會少掉被動技能的加成 所以如果手上有巴力的話 那看在主隊能力跟被動技能上梅莉兒 那就給他抽下去吧 如果不小心抽壞掉了 那就先放著吧 好那今天的角色就介紹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把我按讚 掰